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当时他能提供的各种物品 直到战争平息 龙婆灯一直过着富裕的家庭生活 直到五十岁 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 然而 在五十岁的时候 对精神探索的强烈渴望促使他放弃了俗世的生活 成为了一名佛教僧侣 开始了他的后半生 他勤奋学习佛法和禅修 很快就赢得了人们对他的知识和虔诚的尊重 他的第二次出家是在1944年 师从苏美岛沙美寺第四任助持帕古提帕查拉库纳拉 他也是他的导师 出家后 龙婆灯接受了初步训练 并学会专注于佛经 冥想修行 僧侣戒律 日常仪式和诵经 完成初步训练后 龙婆灯继续深入研究佛教哲学 冥想技巧以及学习巴利语和佛法的特殊兴趣 他还专注于通过冥想静修 单独沉思和资深僧侣的指导来发展自己的精神修行 随着龙婆灯经验的积累和资历的积累 他在寺庙和周边社区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他还步道 主持宗教仪式 参加社区活动 为个人提供精神咨询 前往其他寺庙并参观修道院寻求指导 佛教大斋节结束时 他与拉麦寺主持帕库巴玉达玛索菲通来西里瓦塔诺一起前往烤马软脚下的奶奶洞修行指缠 他是一位教授指缠的老师 他在坦考爱呆了大约两年 然后搬到寺与龙婆灯体所住在一起 现在的帕气迪兰所寺 龙婆灯体所带他去朝圣 寻求正法一年多 因此 他告别了龙婆灯体所并返回开发西拉努寺又4-5年 多年后 他再次踏上朝圣之旅 最终 他在查问海滩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森林 然后他进入小寺院修行了三四年的奢魔他禅修 后来 他听到曼谷马哈太寺 招坤帕皮蒙坦开办内观禅修的消息 因此 他立即前往曼谷 龙婆灯成为朝昆帕皮蒙坦的弟子 因其内观禅修交易而闻名 龙婆灯训练自己的心已获得内观禅修 直到他能静心宁神长达十五天不动 那时他的身体就坚硬如磐石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已经广泛掌握了这些技术 教团认为派他去弘扬佛法是合适的 因此 他建立了一个内观中心 并在波普分区购买了土地 苏美岛区 即文塔里卡兰寺或潘布寺 教授内观冥想 当时社会因佛法而接受他 因为他有许多虔诚的弟子 龙婆灯致力于禅修 最终练习了一种名为极身佛的形式 这是一种罕见且极端的练习 旨在在活着时实现木乃伊化 通过严格的饮食限制 冥想和瑜伽练习 练习者的目标是减少体液和脂肪 从而在死后自然保存 龙婆灯对精神修行的奉献精神在他决定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出家开始到原季 他只吃每日玻璃的食物 龙婆灯总是说真话 做真事 致力于做正确的事 他有许多在内观禅修中心的比丘 沙弥和弟子 他在文塔里卡兰寺建立了大约二十年 直到龙婆灯因年老和健康状况生病为止 他需要紧急医疗救助 但该地区地处偏远 获得医疗帮助很困难 他病得很重 他的弟子和后代要求他留在库纳兰寺 此后 龙婆灯入住了家乡寺庙苏勒他尼府苏美岛纳孟分区的库纳兰寺 龙婆灯预言了他的灭亡 他命令克劳凯先生和外行佩特先生为自己定制一口盘腿做的棺材 到了死的时候 他就能在棺材里打坐了 龙婆灯说 没有必要麻烦弟子去寻找其他人或他的后代来为他做这件事 但正如他所说 没有人相信他会死 因为身边的人都看到 虽然他已经老了 但是他的身体各方面都还是很完美的 龙婆灯承认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 这是佛教教义的核心 第五个月末 他警告棺材制造者克劳凯先生和佩特先生要赶快完成棺材 因为他的死期已经临近了 克劳凯先生和佩特先生仍然不相信 直到五月残月时 龙婆灯再次警告他们 他说 下个月 他将离开这个世界 但没有人相信他 当棺材完成后 龙婆进入了库纳兰寺内一座自建的寺院 他结家夫座 在弟子的簇拥下 开始了最后的冥想 随后 他的追随者封锁了这座修道院 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小通风口 三个星期后 他们打开寺院 发现龙婆灯已经圆寂了 之后 他的弟子和子孙将他的遗体以坐姿安放在棺材中 并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匆匆完成 并供奉在库纳兰寺的亭子里 以遵照他的命令 国际上较有名的龙婆灯于1973年在冥想中去世 他拥有可以预见未来的神奇和扎实的技能 他的木乃伊尸体是通过自然木乃伊保存下来的 他仍然陈列着 他以冥想的姿势坐在库纳拉姆寺的玻璃柜里 他身着藏红花长袍 寺庙的看护者后来给他戴上了太阳镜 遮盖他腐烂的眼窝 以示尊重 并减少对游客的干扰 尽管景象不寻常 但这个展示有力地提醒人们生命的无常以及龙婆灯对他的精神道路的奉献 1944年再次出家后 他因长期闭关修行而闻名 近二十年来 在僧俗中拥有众多弟子 龙婆灯出生于1897年 一生致力于佛教教义 过着简朴的生活 他花了数年时间磨练自己的修行 最终成为泰国苏美岛田园师般的寺庙库纳兰寺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住持 他的修行旨在培养智慧和超脱 从而从痛苦中解脱并获得证悟 他被当地人和游客尊崇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精神人物 并提醒人们生命无常 他还因能够遇见自己的死亡而闻名 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七天里 龙婆灯停止了饮食 这使他的身体脱水已在他死后保存他 事情发生在1973年 当时他79岁08个月 他的尸体奇迹般的以木乃伊的状态保存下来 尽管他的死期已是50年前 但他的尸体却依然没有任何腐烂 许多人因他的精神成就而尊敬他 并认为他是追随者的强大佛牌 如果你有机会去苏美岛旅游 记得顺便去苏美岛的热门旅游圣地库纳兰寺 他位于苏美岛的中心地带 距离拉麦海滩约5公里 顶礼龙婆灯并祈求他的加持 为你的生活增添吉祥 这座神秘的寺庙是为了见证龙婆灯的非凡故事 了解他的生活和极身佛修行 并探索宁静的寺庙场地 他的教会和影响确实值得我们尊重和深思 参观任何佛教寺庙时 请记住衣着端庄和恭敬 现在让我们念诵预备祈祷文 在向任何泰国佛像或佛牌念诵咒语之前 首先念诵三遍此佛守经 SARAH SONACA PAN�Reicking unto Gym RA predictions and specialists inaudible S Leben B alike STUBBA RAKO RAKSONACA PANAHRENO JAYCATI RAKATSETANG HATHIWACANANG RAKSOTI HETANG RAKSANG VIPPACHA THITTAWA VIKAWO VIHARANTI SEVIKAKHARA HATSHA SASANAY RAKO RAKSONACA PANAHRENO JAYCATI RAKATSETANG HATHIWACANANG RAKSOTI HETANG RAKSANG VIPPACHA THITTAWA VIKAWO VIHARANTI SEVIKAKHARA HATSHA SASANAY 我希望您的祈祷和龙婆灯的加持给您带来安慰和喜悦 愿你的祈祷得到他圣光的祝福永远照耀在你身上 祝福永远照耀在你身上